你们看 你们看 山剑的位置 就是我们最后撤离的待机库 我们历境万难 保护的那枚东风四九 依旧在那里战备之白 等待着我们的好脸 鱼长 你这梁完涛下得可以啊 这 这连我都 都蒙在鼓里的 本来呢 我是打算用一枚领章 挑拨你和夏拙之间的关系 可惜啊 你们俩并没有碰面 不是 我比营长差在哪儿啊 那是比我能打还是怎么着 这又是外国军装呢 又是变成器的 我看这 净打我兵在这过眼来了吧 你要来了我下手更重 营长啊 这话我可往心里去 我明白了 这感情就我一个人 被排挤在外面了是吧 怎么能叫排挤你的 是怕你偏心 对 你要参加了 夏拙第一个就把你戳穿了 那是 那赶上营长的 他是不偏心了 那肯定不是他在兵啊 我在视频里看了 那假如打我兵打的 那像不发钱似的 往死里揍啊 行了 行了 这发射人选啊 已经选定了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跟我走 敬礼 开始吧 二七零旅各单位指弹员 我是旅党安雷 现在请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因为今天过后 二七零旅的番号 就将成为历史 是 战友们 从二零一五年底 火箭军成立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了 五年来 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我国周边也很不太平 而我们 二七零旅 作为火箭军的一支禁旅 始终瞄准强敌对手 苦练打赢本领 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作为共和国的执箭人 我们做到了 让党和人民放心 让我深感骄傲的事 五年多来 我和大家一道磨爬滚塔 我见证了大家的成长 也见证了这支队伍的光 我们里 是战略导弹部队的新锐 是王埃中的王培 我们这支队 它的底气 它的豪气 它的锐气 就来自于此刻正在演习场上奋战的官兵了 你们的精气神 就是二七零旅的精气神 你们的战斗力 就是二七零旅的战斗力 你们的胸怀 就是二七零旅的胸怀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复杂 按照火箭军最新的战略部署 二七零旅 将于明日起进行整编 其用新的繁号 整编后的二七零旅 只保留少数的骨干力量 其余的同志们 将会根据不同的专业 奔赴新的旅团 新的工作岗位 不管你们到了哪里 把二七零旅的作风发扬光大 带动火箭军部队全面发展 可以说我们二七零旅 是 既是战略导弹部队的一支铁拳 一面旗帜 一张王牌 更是火箭军党委首长精心开辟的 一块试验点 它将为各个部队 培育和输送最优质的种子 和新鸟 催化出新的作战能力 我坚信 从我们二七零旅走出去的 不管你们到了哪里 都一定是想当当过得硬的兵 都一定是当仁不让的王牌号手 有战龙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这场演习 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你们要去的单位 就遍布在270旅的四周 而这里就是通往这些单位 直线距离最近的交叉点 如果说咱们270旅就是一枚火箭 在它升空的漫长岁月里 也该到了它引爆的时候了 而这里就是它绽放的地点 明天就是它绽放的时间 我们将用一枚导弹的发射 为咱们270旅送行 这场演习准确地讲是一次离别 原本是计划全里全员全装集体出动 再次集结 然后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 大家各奔东西 可是我转念一想 这么多的装备拉动一次成本太高 说俗点 与其都是烧油 不如让这些油烧得更有意义 于是经上级首长批准 我们组织了这次代号为 洞六洞的演习 在行动中再次淬炼和摔打部队 就算是一次毕业考试 很欣慰 我们顺利完成了各项科目 甚至连地震这种突发情况的处置 也很及时 很稳妥 充分反映了我们270旅 赶打必胜的过硬素质和优良作风 明天我们将用一枚东风导弹的发射 为演习画上句号 也为同志们在270旅的奋斗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宣布 270旅第108次发射任务 由战日联执行 发射号手 战日联剑席排长夏拙 备犯号手 战日联剑席排长欧阳俊 话就说这么多了 也该到了说解散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步 就在这一步 然后积极格去排长